OBS BOT TINY CAMERA 我們在市場上啊常看到這種東西 這個叫做HDMI的一進二出分配器 他的原理就是說 將這個HDMI的視訊源接上來 比如說這個視訊源是接一個這個 GoPro這樣子 然後呢他的輸出就有兩路出來 比如說一路可以接電視啊 另外一路呢就接這個擷取卡 透過這個筆記電腦去做直播 反正就可以分出兩個獨立的兩路出來 這樣叫做HDMI的一進二出分配器 好那有沒有人想過說 那像這種的 USB webcam 比如說這是羅技的這個 C922的攝影機 比如說這個是 OBS BOT TINY的CAMERA 像這種USB的攝影機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子一進二出分配器啊 其實是有的啦 這是我們今年做出來的一個產品叫做USB webcam 一進二出分配器 這就是USB攝影機輸入 這邊接羅技webcam 比如說這樣子接 羅技的webcam 然後呢他屁股這邊就兩路出來嘛 這兩路就可以分別 獨立接 那個Mac電腦或者是Windows電腦 這時候你的Windows電腦或者是Windows電腦或者是Mac的電腦 同時就會產生這個 羅技攝影機的畫面 這東西啊其實是不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跟HDMI的一進二出分配器比起來 差非常非常的大 你看喔 HDMI的分配器的這個HDMI輸入 你就算你不接分配器他HDMI的視訊還是會有的 可是你想想看webcam不是這樣子 webcam啊他在電腦裡面他是稱為是一個device 稱為一個裝置 這種東西啊他就像keyboard啊或者是滑鼠一樣 他本身自己不會動 他必須要連接 電腦Windows或者是Mac或者是Ninus的一個 電腦主機他才能夠使用 他就是單獨是不能用的 所以有些人啊一想天開說 比如說像那個 這個webcam啊那 那有沒有機會接一個像這樣子 這個你看這個你看這邊是USB-C嗎 這樣接 這樣子接啊這是hub嘛 你看他這邊有HDMI出來 這樣會不會有畫面 當然是不可能會有畫面啊為什麼 因為 USBwebcam他本身是device 然後這個hub他也是device他也要依附的電腦 你這個是device加這個device加在一起是不能動的 除非啊你這一隻hub 這個hub他是 電腦小電腦他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再回頭說這一個東西叫做USBwebcam的一進二處分配器 這個剛才有講過這是個device嗎device他不能夠接一個device 所以他要接這個能動表示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他必須就是一台小電腦 沒錯 我們在做的時候就是將這個device的東西接到這個紅色的這個小電腦 他吃到訊號之後呢 再把畫面轉出來 轉成獨立的兩路uvc出來 講的很簡單可是真的是非常的難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好做的 那他的原理是跟一般我們看到的HDMI的 視訊啊或者是cbps的視訊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那我們今天要介紹就是說這個USBwebcam的一進二處分配器 我等一下會連接到這個Windows的電腦 跟這個Mac的電腦去做 做一個直播這樣子 那一定有人說 幹嘛要用這個USBwebcam一進二出 去連接 獨立的兩台電腦 你要做雙直播 你就直接透過什麼restream啊或者是一些OBS有一些 雙直播的一些套件就可以做到為什麼還要透過這個USBwebcam的一進二出分配器 這個東西啊出來他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物理性的一個webcam 那麼你在做的雙直播的時候你可以做出差異化的畫面 比如說啊 我們今天等一下用這台電腦 我們用這個Windows這台電腦 我們可以做臉書的正方形直播 然後呢 這一個Mac這台電腦要做出一個是YouTube的 長方形就是標準的橫式的直播 你看喔正方形是 這樣子那橫式是這樣子 那當然 就是畫面的內容就是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客製化不一樣的畫面出來 比如說我們這邊做直播的時候我們可以加 Faibon的logo 然後這邊在做直播的時候會加入 其他品牌的一個logo 這兩個畫面是獨立事件的 好這個就是用這個東西 的優勢就是你在做直播的時候 你的畫面是可以獨立的 好那如果你是用Restream 或者是用一些 那個內建的那個OPS套件的那個雙直播 是 你在做臉書直播跟YouTube直播這兩個畫面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啊我們現在做出來可是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操作給你看一下怎麼使用 好 我們再講一下說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他是要接一個 5福特的店 然後這邊是接一個webcam的 視訊來源 然後呢這邊就是 第一路的webcam輸出這是第二路的webcam輸出好我們接一次給你看我們用邏輯的攝影機 首先將這個webcam插入 這樣子然後插入電源 5福特的電源接上去 然後呢第一路呢我就先接這個 Mac電腦 第二路呢我就接Windows電腦 我們現在在Windows電腦示範給你看一下 我們先打開OBS 好你看這邊有畫面我已經設定好了 好那我們再打開Mac電腦 打開OBS 好你們現在有沒有看到畫面 現在畫面是來自於這一隻 這個邏輯的攝影機這一隻 好這樣子 好然後我在這一個 Mac電腦上面我要做YouTube的直播 然後在Windows電腦我是做一個那個 Facebook的正方形直播 你看這畫面這邊是正方形的有沒有 這邊是長條形 這邊是長方形的 然後這邊有加跑馬燈 我這邊有加logo 好我現在在把這個Windows的畫面把logo跟 那個 塗層加上去 塗層加上去 好這邊有logo 這邊有塗層 然後呢該看到這個 Mac的地方 他有跑馬燈 所以你看這兩個畫面是獨立的 這個是正方形 這個logo在這邊 這是個塗層 然後呢這邊你看他只有跑馬燈而已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雙直播給你看 這邊是做臉書直播 好我們就按開始直播 然後到這個 Firefast這邊 好這邊開始 這邊開始直播 這樣子 開始直播了 在這個Mac這邊我馬上做YouTube直播 我就按開始串流 跳到Firefast 怎麼樣做直播你看到就長這樣子 這個是那個臉書的正方形直播就長這樣子 誰的正方形啊就是 這邊的畫面是一半一半的 留言會 就是會到這邊不會蓋到你的直播的畫面 好 這是該的用 這台電腦做出來的這個臉書直播 好這是YouTube直播你看 你看這就是標準的橫式直播 手機擺橫的 然後呢他就是全螢幕 這邊跑馬正在動這樣子 就是這個 地方 好那我們剛剛除了用這個羅技攝影機之外 我們可不可以用別的攝影機試試看 好我們現在用這一隻叫做 OBS BOT的TINY CAMERA 那我來示範一次給你看 我們把這個羅技攝影機把它換掉 然後換上這個 OBS BOT TINY OBS BOT TINY這邊是USB-C的接口 把它接進來 然後把它換上去 接進來OK 好等一下就有畫面了 好你看一下有沒有畫面了就這樣子 好你看 畫面是來自於OBS BOT TINY CAMERA 好那我們現在來示範這一隻 這個是MEMOSTAR MEMOSTAR他可以 做那個EPTZ 我們來做一次給你看 把它打開來 拔掉 然後把這個 這個頭把它插上去 好你現在有看到畫面嘛對不對 那我等下用這個IPAD來控制 打開他的APP 你看哦 我用這個IPAD可以做EPTZ 你看他畫面有沒有變 有吧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做直播的過程中可以你用IPAD去控制 然後這兩邊的畫面 是會跟著改變的 這樣子 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 Anton Mini Pro做一個示範 這個Anton Mini Pro這邊你看 他後面有這個USB-C的Webcam output 這USB-C的Webcam output連接到這邊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Anton Mini Pro就會變成兩台 一台就接他 一台是接這個Windows這樣子 好那我們的視訊源我就用這個GoPro做一個示範 他可以接四路啊 那我就我就先用一路做一個示範 好 這是把GoPro打開來 接到這個Anton Mini Pro Channel 4 然後呢他的USB-C的地方就把接進來就可以了 這樣接進來 你看好像的畫面就是來自於這個 Anton Mini Pro的這支GoPro 這邊 你可以這邊切換畫面 像我其他的畫面就是黑的嘛 所以我切過去的時候就是黑的 跳到4 跳回來 所以呀你就可以透過這個USB-C的一進二出分配器 然後呢將你的Anton Mini Pro 分成兩路出來 一路可以接Mac一路可以接Windows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做直播的時候 一路是用這個電腦去做 直播 然後一路來連接你的這個手機呢 手機可以做觀看啊或者是做錄影啊 也可以啊我們說是示範給你看 這是安卓手機嘛 那我就是這個 HUB接進來 HUB接進來 那我等一下把另外這一路的 那個USB Webcam把他接到這個HUB上面就可以了 我先把關掉 好然後把這個webcam接進來 這樣子 好這時候你打開你的App就可以看得到了 你看 就兩路哦你看哦 這時候你看畫面 這個GoPro的畫面一路在Windows做直播一路在安卓上面使用 這樣子 按你這邊可以做錄影啊或做直播也可以 這個是USB Webcam的一進二出分配器 當你的webcam插入之後他就分成兩路的webcam出來 對於電腦或者是你安卓手機來說 他就是 獨立的一個webcam 你要怎麼接怎麼應用 都可以 那我想到的是這個雙直播的應用 還有用這個安卓手機來觀看 的這一個 有點像是 PGM的那種感覺啦 那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應用 也可以歡迎出來 拿出來討論 以上謝謝 謝謝